千职链的Re-Edit系列钢铁侠是在漫画版的造型基础上经过二次设计而来的产物 该系列以优秀的造型、丰富的细节以及精美的涂装而组成 在此之中最重量级的产品莫过于今天和大家介绍这款反号盒装甲的 所以这次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表现到底如何吧 在看主体之前我必须要吐槽一下千职链的包装盒实在是太软了 特别是这么大的一个盒子居然不用硬纸壳真的很容易被压烂 这个点到现在都不改太让人失望了 虽然这个包装盒让人难免有点扫兴 不过这个主体是真的带劲 我们跟这个原版造型对比一下 你可以发现我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漫画版反号客那个傻大笨粗的体型 在千职链设计师的笔下重获新生 可以看到这款反号客装甲身材相当壮实 而且整体的比例也是非常匀称的 整体圆圆滚滚的造型 让这款反号客看起来居然有那么一点可爱的感觉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 千职链这次对于细节上的处理也相当到位 胸部装甲缝隙里面的金色涂装很好看 而且全身的红色装甲还被分割成了多个小块 在这个漆面处理上也有亮光和磨砂两种之分 仔细看的话在亮光的红色装甲之中 居然还有深浅两种不同的红色相搭配 这个同样的分色处理手法还运用到了金色的装甲之上 再搭配上一些金属灰色的细节涂装 这款反号客在整体视觉上的效果是非常震撼的 可能是考虑到整体的平衡性 这款反号客并没有加入太多的合金成分 整体来说600多克的重量还算可以吧 那么和这个系列第一款雪边装甲进行一个对比 哇你可以看到 确实啊这个反号客虽然没有多高 但是这个体型这个体积二者完全不是在一个次元的 而且这个雪边装甲呢 其实跟这个反号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关联 后面呢再和大家慢慢介绍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可动性和发光机构 头部向两边转动的最大幅度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低头呢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幅度 抬头呢如果抬得太大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透明的罩子 我们把它翻起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 哎藏在里面的钢铁侠就露出来了 而且呢这个机构特别有意思啊 我拉动这块装甲 哎看到没有 这个里面是有一个联动的机构 哇这个在我第一次玩的时候觉得好牛逼啊 这个真的是做的非常不错 可以说牵制链的设计师啊 在上面下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啊 同时呢你也可以注意到在这里面啊 其实是一个不可拆卸的雪边装甲半胸像 和我们之前那个单独的雪边装甲呢 造型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在胸部的发光机构方面呢 最有意思的就是它这个电池啊 居然是装在背后两个这个小罐子里面的 你把它拔下来之后呢 可以发现这个接口呢是金属的 就是通过它导电 同时呢你将这个小罐子进行一个简单的拆解 就可以看到里面呢各有两个扭扣电池 可以说这个电池舱的设计呢是非常有意思的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开关呢是隐藏在这片装甲底下 打开了之后呢里面有两个开关 那么我们拨动这个开关 那你可以发现呢在它的正面 那么这个眼睛呢跟胸口就亮起来了 但是有一点要值得注意的就是 它的这个头部和胸口的这个灯啊 其实是通过里面这个雪边装甲的胸像 原本的蓝色灯光透出来的 所以说呢在整体的这个亮度上面呢会有一定的妥协 而且呢整体的这个灯的颜色 我们后面也可以看到和其他灯是有不一样的 然后呢这个地方的开关我们再拨动一下 后面的这一块呢就亮起来了 可以说这个部分的细节啊做的还是相当漂亮的 除了嗓名二维码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在最下方一栏公众号里呢 输入涛歌测评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 另外别忘了置顶我的公众号 这样子呢我每天推送的最新玩具资讯 你就不会错过了 玩具资讯哪里找 静在涛歌公众号赶快关注起来吧 然后在肩甲方面呢 首先这个肩甲可以这样的前后大幅度的活动 抬起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手臂呢做一个很大抬起幅度也是可以做到的 同时呢这个手臂可以看到前后的活动性呢也是可以的 包括这样360的转动啊也能做到 但是我要说的是啊这个手臂的这个关节呢真的是非常的松 二头肌呢可以旋转 这个手肘呢是一个双重关节 弯曲幅度很好 但是你看 你看看看到没有 这完全就是不举啊 这个简直就是 哇它的这个关节松领度实在是 而且我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你看 你看看到没有 我的天哪 这个玩具我当时拿到手机觉得 这个关节松领度简直是操弹的级别啊 这个实在是 哦天哪 然后呢这个手腕可以转动 但是这个关节也很松 同时呢每一根手指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三根这个独立的轴关节 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手势 这个可动手呢做得到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呢 它的这个发光机构啊 其实是隐藏在这块装甲底下 你把这个装甲是一个磁铁吸附的节奏 你把它这样拿下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个开关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你拨动一下这个开关 哎他这个手灯呢就亮起来 其实他这个手灯啊 并不是非常的亮 但是呢个人感觉有啊 总比没有好是吧 然后呢腰部的这个活动性呢 向两边转动的最大幅度 大概就是这样子 同时呢向后 哎你可以看到这个幅度还是很大的 包括向前弯曲啊 整体的这个幅度呢也是很可以的 可以说他这个弯腰啊 包括你看从后面来看 这个弯腰的这个关节里面 都有一个防穿帮的零件 做的呢还是相当用心的 然后呢在他这个下半身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两边的这个裙甲呢 是可以这样子向上抬起的 胯部呢这个地方是没有下拉式关节的 侧边的这个裙甲呢 可以微微的向外面活动一点 那么这个胯部呢 首先侧踢大概是一个七八十度的样子 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胯部呢向前 大概可以踢到一个将近九十度的样子 然后向后呢 这个活动性就非常一般了 而他他这个膝盖方面呢 弯曲幅度可以看到呢 是一个大概是七八十度吧 但你值得注意的是啊 后面这颗裙甲在弯曲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个联动机构 会收到这个腿部内侧去 哇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棒 而且呢同时 在他前面这个膝盖在弯曲的时候呢 平时你是看不见这个地方有东西的 你看你一弯曲出来 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这个发光位点了 那么在他这个脚掌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脚掌向前向后 包括这个脚尖呢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独立的可动关节 整个脚掌呢是一个金属部件 接地性呢其实也还可以 这个关节呢还算是比较紧的 不过整体里面这个关节啊 让我感觉到稍微有那么一点脆弱 同时呢脚部的这个发光机构 是隐藏在前面这颗装甲底下的 然后呢我给他拨动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在后面 哎这一块就亮起来了 这个算是脚灯吧 因为他这个其实并没有一个脚底的喷射口 所以这也能算脚灯吗 然后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惊喜的就在于 平时呢这个地方 哎你看不见发光 然后你一弯曲 哦这个地方马上就露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点啊 在你平时玩的时候 会觉得很惊喜 哎你看这个地方居然能亮 平时都不容易看到的 总的来说吧 在发光位点和可动性上呢 这款牵制链反后客的表现 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胸口的蓝色灯光 和其他身上的黄色灯光形成的明显的反差 而且呢手臂部分的关节太过于松动啊 都是这款产品 不可回避的一个缺点啊 在配件方面呢 这款反后客中 除了两个地台之外 其他什么都没有 真的是相当可怜的配件量 那么这个系列标配的地台呢 个人感觉它真的只是为了让反后客 跟其他钢铁侠的地台能够连接在一起才复属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台跟反后客本体比起来 都没它大是吧 个人平时呢 还是更加喜欢使用这个大一点的地台 在用的时候呢 当步要卡一个连接键 你可以注意到 这个大地台的连接壁的稳固程度是非常高的 600多克的反后客呢 摆在上面做出一个腾空的pose啊 都没什么问题 这款牵制链的反后客装甲 在外观造型刻画 可动机构设计和发光未典的隐藏上呢 做的都是相当用心的 只可惜 松紧度不易的关节和屈指可数的配件 大大降低了本品的可玩性 而且胸部蓝色灯光和其他地方的灯效呢 颜色不够同意 视觉上呢 也比较怪 我想啊 这是为什么玩家对于本品的评价 会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结果吧 总之 目前接近2000元的现货价格呢 确实不算便宜啊 但考虑到千大爷的钢铁侠系列 最近价格是越来越高 相比之下 去年发布的这款反后客 似乎也没那么贵是吧 而且说句实在话 这货再怎么样 我觉得也比财团币的SHF反后客啊 来的要良心多了 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 请点击关注或者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第一时间收看最新视频更新 同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 陶哥测评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 第一时间获取更多玩具资讯 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 然后腰身方面的可动性呢 向两边转动的最大幅度 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这块装甲呢 其实是有点弹簧的 同时呢 哎呀 哎呀 这什么情况 哎呀 我们下周识牛顶